我爸带回来的养女 从小就是歪的 我白天苦心教导他 世界如此美好 他乖巧点头 然后 他眸底心红 狠狠地掐着我的腰 弟弟 你不乖 我穿书了 穿到了一本狗血小说中 而我是书中的男配 爆发户苏家的儿子 苏晨 书中 女主被我爸捡回来 成了他的养女 也就是我的姐姐 其实 女主的真实身份 是沈氏家族走丢的继承人 看着眼前白皙若慈的 乖巧地喊着弟弟的女孩 我趁机掐了一把她的脸蛋 她痛得泪眼汪汪的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我爸在旁边嘟囔 不许欺负姐姐 要不是知道 这女人从小就是歪数苗 长大更是心狠手辣的主 我差点就信了 想到书中的女主 因为男主 对我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结局 我叹了一口气 好苗子 还得从小就培养 歪了 就得掰正 于是我每天苦心教导他 社会是多么美好 以及 世界充满爱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打印贴在她的房间 她都乖巧点头 弟弟 我知道 我明白 都听弟弟的 我满意微笑 像Ruel小狗一样 揉了揉她的头 乖姐姐 弟弟最喜欢你了 她抬起头 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真的吗 弟弟 我愣了一瞬 真不愧是女主 还真是红颜祸水 想到学校里 那些为她吃喂她 狂为她光光撞大墙的迷弟们 我有一丝小骄傲 我加油宰出长城 我笑道 当然是真的 弟弟最喜欢的 就是像姐姐这样的乖孩子 她的黑眸闪过一丝灰暗不明 弟弟可不许骗我 我从不骗人 姐姐 这可都是善意的谎言 怎么能叫骗人呢 在我多年无数次教育的结果下 小树苗果然长正了 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优异 懂礼貌 乐于助人 尊老爱幼 简直就是好学生的代表 我思考了一下剧情发展 她是大一那年 被沈家的人找到街走 而且与男主相遇 算了算时间 现在高三了 很快把她顺利送走 送到男主身边培养感情 我苏家应该就会度过此节 放学 我慢吞吞地收拾书包 班级里又是一阵不小的骚动 我已经习惯了 抬头便看见了 站在门口的沈轻柔 少女不知不觉间 已经长高了不少 那一双诱人的桃花眼 与她脸上的清冷 形成鲜明的对比 看到我抬头 她的嘴角挂着一抹醉人的笑意 我默默咽了咽口水 都已经跟她生活在一起好多年 还没有对她这张俏脸免意 她已经迈着大长腿走了进来 顺带提起了我的书包 弟弟 走吧 我们回家 瞧 多么温柔 多么体贴如微 想到我苦心教导多年的姐姐 马上就要送走了 心里有些许难过 真是便宜男主了 但为了改变我老爹和我的炮灰命运 还是远离女主比较好 想来 我也是为社会建设做贡献了 我刚想起身 被人拽住了手腕 是我的恶女同桌 姜黎 姜家大小姐 高冷傲娇 长着一张生人物净的脸 看起来又冷又恶 每天来到学校 就是趴桌子上补教 我亲切地称她为死人 我和她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自从被我教训一顿后 她最近越来越不正常 每天早上 我的桌子上 都放着精美的小蛋糕 还有早餐 我认为 她有严重的受虐倾向 我把手腕从她手中抽出来 有事 她的声音 还带有一丝刚睡醒的沙哑 明天吃什么口味的 想了想最近增长的体重 我摇了摇头 你不要再带了 我不吃了 哦 那你 感受到身后很强烈的 我回头便对上沈轻柔的桃花眼 眸中还带有一丝委屈 也许刚刚 是我的错觉 幽怨的声音在我耳边传来 弟弟 我们什么时候走 天黑了 危险 我点点头 看向江梨 先走了 明天说 我拉着沈轻柔的袖子 走出校门 她乖巧地任我拉着 冷不丁地来了句 弟弟谈恋爱了 她是谁 我摇了摇头 没有 她只是我的同桌 身后的人突然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腕 便成拉着我往前走 为我在拥挤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 她低下头 小声嘀咕 可是我觉得 她喜欢弟弟 她真是该死呢 路边都是小贩的吆喝声 我没有听清 姐姐 你说什么 她笑了笑 没什么 弟弟 我们快走吧 为了方便我和沈轻柔背口 我爸买下了学校附近的学区房 请了阿姨照顾我俩 阿姨家中有事 请了一个月的假 我也没再找阿姨 我自己完全可以填饱我俩的肚子 吃完饭 沈轻柔认真地打扫卫生 刷着碗 我回屋躺在床上开始摆烂 门被敲响 打开门 便看见姐姐长发上还滴着水珠 浴袍下的白皙肌肤若隐若现 弟弟 我屋里停水了 感觉有股热流从鼻子涌出 我慌忙抬头 还不忘一把把门口的妖精拽了进来 快进去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弟弟 你流鼻血了 我脸色一红 含糊道 刚才起身撞了鼻子了 没关系 你快进去吧 别动着了 此时我在心中默念了一百遍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太特么丢人了 浴室里传来水声 隐约传来什么奇怪的声音 好像打翻了东西 我敲了敲门 姐 没事吧 女孩的声音有些慵懒迷离 没事 沐浴露掉了 我回到床上 闻着床头令人放松的熏香 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梦中 只见到了轻柔瓷的脸 她的眼神格外阴冷 眸中酝酿着黑色的风暴 带有病态的痕力 手指抹撒着我的唇 弟弟 真不乖 我要惩罚你 感受到呼吸被姐姐的红唇掠夺 我却仿佛被按在了床上 怎么也醒不过来 早上 我望着天花板 拍了拍自己的脸 试图让自己清醒 我怎么能做那种梦 梦中的人还是 女主沈轻柔 我起身洗了把脸 发现自己的唇有点微肿 脖梗处有些轻微的红痕 我咬咬牙 蚊子 真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 门外传来沈轻柔的喊声 我走了出去 姐姐一如既往的 围着粉色小猪围裙 做好了早饭 即使如此 浑身上下 还透着古兰散金贵的味道 弟弟 快来吃饭 看着他那红润的唇 我顿时感觉罪孽深重 姐姐辛苦了 他往我碗里倒着豆浆 弟弟 我想跳级 和你一个班 你知道的 我现在学习的内容 是纯粹浪费时间 我吃着嘴里的小笼包 想到书中 发生变故的转折点 就发生在高考后 他回到了沈家 而后几年 他不断地扩展着 沈家的商业版图 所有试图阻挡他的人 或者家族 都被一一铲除 他是人们口中 心狠手辣的沈家女王 而原主 因为仗着和女主 一起生活几年 一直咬着宋家的养育之恩不放 不断挑衅女主 得到了女主变态的报复 最终 导致整个家族 落得个悲惨下场 这几年 他应该是被我掰正了 也算是跟郑苗红 早些送走 也许是好事 度过此间 我也可以松一口气 突然 一只纤细白皙的手 伸到我的嘴边 轻微擦拭着我的嘴角 我一个机灵 顿时红了脸 沈轻柔眼底闪过一丝愉悦 弟弟 想什么呢 那么入神 我慌忙起身 准备回屋拿东西 没什么 我觉得姐姐说的有道理 一会我给咱爸打电话 走得匆忙 没看到身后的沈轻柔勾起的嘴角 眼中病态的暗盲 他将手指放到自己的唇上 轻轻点了点 老苏速度很快 俗话说的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教导主任说 直接让沈轻柔跟我进班 我在他班门口 等着他拿些自己东西 一女孩神色紧张 扭扭捏捏走到我面前 递给我一张纸 苏学长 我喜欢你 我刚想开口拒绝 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轻柔拿起那张纸 缓缓吐出一个字 滚 女孩看到沈轻柔 顿时脸色铁青 像是看到了地狱恶鬼 慌忙逃离 我看着他嘴角凉薄的笑意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他低下头 仿佛做错了事的孩子 弟弟 看他那样的人 就不是好人 会影响你学习 现在 学习是最重要的 看他这委屈的小模样 我顿时抛开刚才的想法 我摸摸他的头 没错 姐姐说的对 下次要有礼貌点 拒绝别人知道吗 他乖巧点头硬下 好 姐姐可真乖啊 我把他领进班 又引来一群男生的骚动 没办法 姐姐这张脸摆在这里 后面刚好有个空座位 他顺其自然地坐在了我后面 弟弟 不和我坐一起 我在这座习惯了 你要是有不会的 一定要来问我哦 江黎吊耀郎当地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脑袋 起来 我拍掉他的手 还想挨揍 他笑了笑 看向身后的沈轻柔问道 他怎么在这 和你有什么关系 沈轻柔的声音很冷 弟弟说的对 江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眼神有点复杂 白痴 我没有理会他 他又开始摔 书中也没有太多江黎的戏份 顶多在日后女主合作对象中 提到了江总 隔天 体育课上 我被叫去拿器材 迎面走来的女孩 很是显眼 是那天被沈轻柔撵走的人 她似乎是腿有毛病了 走路一瘸一拐 看到我 拖着病残的腿 走得更快了 我疑惑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没有问题啊 怎么跟见鬼似的呢 清冷诱惑的声音 从我耳边传来 弟弟 吓了我一跳 弟弟要干嘛去 我去器材室 他笑了笑 弟弟回去吧 我来就好 我一个男生 怎么能让姐姐去呢 没事 你快回去吧 听着他不容拒绝的语气 我也没有多想 我回到了操场 江里走了过来 约我晚上去学校对面的咖啡厅 说要跟我说些事情 周围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他低声威胁我 两家正在合作 要是不去 后果自负 我磨了磨牙 这人 怎么还强行给自己加息 我交代沈轻柔先回家 穿过眼前这条巷子 就到了学校外 极其隐蔽的咖啡厅 我看了看手机上的地址 刚准备推门入 脖梗间一阵刺痛 我便晕了过去 天杀的 身为男配的我 一路战战兢兢 把女主引入正宝 哪个狗东西 要对我下手 我又一次梦到了沈轻柔 他站在我面前 看着我 眸中柔意清泛 却引着无限阴狠森寒 我皱了皱眉 沈轻柔怎么会在这里 他走到我身边 抚摸上我的脸 弟弟 我该拿你怎么办好呢 他已经极力控制 自己的扭曲的欲望 把他彻底摧毁 的欲望 我想 我应该是做噩梦了 这可不是我的乖姐姐 再次醒来时 我的手正搭在 沈轻柔的身上 我愣了一瞬 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为什么会睡在他床上 我悄咪咪的 想把手移走 一双手搂住了我的腰 遏制住了我想离开的想法 他的唇擦过我的耳垂 弟弟 早上好 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翘脸 我差点没把控住 我拨开他的手 严肃道 姐姐 我怎么会在你屋里 头有点痛 我实在想不起来 依稀只记得 昨天做了个噩梦 弟弟 你忘了 你昨天说要去咖啡厅 结果晕倒了 还好我及时发现 医生说你低血糖 至于 你为什么在我房间 我本来想去你房间睡 你一直拉着我的手 不让我走 我太困了 没熬住 就先睡下了 他说得很真诚 大脑一片空白的我 信了 我看着他皱巴巴的上衣 那个 姐姐 他嘴角勾起玩味的笑 弟弟 没摸够 弟弟怎么补偿我 我开始摆烂 都是一家人 不要那么小气 他的嗓音漫不经心 说出了一股缠绵翡测的味道 那 弟弟还要吗 我的心神一颤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突然间想到 是属于男主的 以后也和我估计 不会有交集 不能改变书中的剧情 就像不能改变历史 否则 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小心翼翼问道 姐姐 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父母吗 他看着我 没有 我只想跟弟弟在一起 弟弟要陪我一辈子不是吗 看着他眼里的光芒 我似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姐姐 我只是你的弟弟 丢下这句话 我转身离开房间 自从那天的谈话不花散 我就刻意躲避着他 只是每天早上桌子上的早饭 和晚上的一杯热牛奶 从来不会缺席 我有点难过 再过几个月 一切都结束了 被人告知 沈轻柔和江丽打起来的时候 我正在食堂吃饭 一口大米饭 差点没给我噎死 这两人 怎么会打起来 想到江丽这个恶女 常年在外征战 沈轻柔可能会吃亏 我慌忙赶去案发现场 两人的身影纠缠在一起 我来到 便看见江丽一拳 打在了沈轻柔的嘴角 住手 我把沈轻柔拉到身后 看着眼前的江丽 江丽为什么要打架 沈轻柔拉着我的手 弟弟 我回头看向他 为什么要打架 他低着头 不说话 像是第一天 被带到苏家的乖巧小女孩 可怜得不得了 我叹了一口气 又心软了 跟我去医院 看着江丽一样亲子的脸 你也去看看吧 无论你俩有什么矛盾 回头再处理 身体重要 他冷哼一声 苏晨 你真是白痴 你以为你旁边这位是 什么小绵羊吗 他是披着羊皮的毒蛇 玩死你的那种 你好自为之 我皱了皱眉 看见身后的沈轻柔 嘴一脚开始流下鲜血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带着沈轻柔处理好伤口 已经是半夜了 回到家 我坐在沙发上 为什么打架 他突然笑出了声 低雅的声音 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像是恶魔的引诱 弟弟也是喜欢我的 不是吗 他的眸子里 满是探究的意味 沈轻柔 我问你为什么打架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那就不要说话 我深呼一口气 不再说话 像是有种小心思 被戳破的窘迫 江家的报复 来得很猛烈 校方也不断施压 江家也算是名门望族 身份地位和沈家不相上下 不是没有根基的苏家 可以对付的 苏夫又在国外 这件事情很棘手 关键是 原文也没有这个剧情啊 贼老天 为了防止他受到伤害 我没有让他出门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他打包送回沈家 他拖着腮帮子 像是没事人一样 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弟弟 在着急什么 不用担心 我真想让他清醒一点 门铃响了起来 沈轻柔晃悠悠地去开门 看到一门口的黑衣人 我把他拉到身后 你们想干什么 强闯民宅 身后传来沈轻柔低沉的笑声 弟弟 可真是可爱呢 黑衣人低下头 小姐 事到如今 我再想不明白 我就是真白痴 我冷眼看着他 沈轻柔 有意思 装得不累吗 他让黑衣人退了出去 现在和他共处一个屋檐下 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压迫感 女孩也不再隐藏 浑身上下透露着乖张狠利的气息 亏我苦心教导的歪数苗 以为长正了 没想到歪得更狠了 还一直在骗我 你还不走 弟弟舍得吗 当然 你最好现在消失在我面前 我感谢你十八倍祖宗 他的谋色暗了暗 把我拽到了眼前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我走 你就可以和江黎在一起了 这就是你打架的理由 沈轻柔 你真幼稚 我气急 江黎就是比你好 起码他不会 拽着我的领子 女孩的唇贴了上来 是毫无章法的掠夺 我狠狠咬了他一口 感受到血腥味在扩散 他依旧没有放过我 一只手死死地掐住我的腰 直到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空 我软了下来 沈轻柔 你疯了 我有些莫名的难过 他是个骗子 一直在耍我玩 他唇上染着血印 手臂缓缓缠上我的脖梗 嗯 我就是疯了 看到你对其他人笑 我就想弄死他们 苏辰 你只能是我的 我该拿你怎么办好呢 门外敲门声响起 小姐 时间到了 沈轻柔眸底 瞬间涌动着害人的杀意 他把玩着我的发丝 亲了亲我的额头 弟弟 等我 要乖 不然 我可不敢保证 我会做些什么 他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 果然还是太小看女主 现在剧情完全乱了套 只希望他回去 尽快遇见男主 早日让剧情走上正轨 跳过苏家这一剑 炮灰男配也是会心累的好吗 我带着十全大补完来医院 看望重病卧床的江里 半小时后 我开始怀疑人生 江里的卧病在床 不是装的 是真的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说 别看他表面没有受伤 实在内里 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沈轻柔下手急急狠 一下一下打到要害 他白了我一眼 你的好姐姐 要不是看到你来 能站着不动挨我一下 我翻了个大白眼 戳了一下他的痛处 他疼得冒汗 苏晨 你给我滚 原来江里不曾一次提醒过我 沈轻柔表里不一 江里落单时 手差点被废 是因为 他当着沈轻柔的面 握住了我的手腕 还好最后江家来人 包括像我告白的女孩 她的腿也是沈轻柔干的 就在器材时 如果当时我执意要去 就会看到她 来不及收拾的行凶现场 难怪她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 极力阻拦我 江里的话 也勾起了我的记忆 那天我忘记的事情 是江里约我 其实是想要告诉我真相 我却在咖啡馆门口 被沈轻柔弄晕 江里忽然开口 认真道 苏晨 他是条毒蛇 不择手段 你要是需要帮忙 可以找我 我向他道谢后 走出医院 再想到我床头沈轻柔 送我的安眠箱 确实很让人安眠 我立马拿去检测 苏少爷 这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安眠箱 也叫迷魂箱 所以对人体伤害很小 而且效果很强烈 市场上很少见 除非有权有势的人 才有购买渠道 至于他们用来干什么 您应该明白 我顿时赶到后背发凉 这熏香 很早以前 沈轻柔就送给我了 也就是说 很早之前 他就在陪我演戏 我的梦 也不是梦 是真的 那才是真实的 毫无伪装的沈轻柔 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的大局 没想到 却只是沈轻柔一时兴起 陪我玩玩 他实在是太危险了 剧情已经完全脱离了掌控 想到此时 他应该还没有完全掌控沈家 要想逃离他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三十六计 跑为上策 我很快搞定了我爸 我妈走得早 苏家 救我一根毒苗 我是他的命根子 他对我是无条件信任的 也许是傻人有傻福 他才能带着苏家一夜报复 儿子 放心 你想去啊 老爸都陪你 老爸以前啥都没干过 养猪更是在行 还不是老爸一个人 把你养大了 这话 我越听越奇怪 我挑选的地方 是一个小县城 四面环山 空气很清新 很适合养老 我和老苏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我断了以前所有的联系 除了江离 没有江家势力的帮助 想要去除踪迹这件事 不是那么容易办到 我如愿考上了大学 已经上过学的我 现如今只想百烂 老苏往大学投了两栋楼 我人不用到场 只要学期末回去参加个考核 走个流程就可 我像往常一样 躺在摇椅上磕着瓜子 电视里突然插播娱乐新闻 沈轻柔的脸 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 我愣了一瞬 被拍到的图片 标题是冲冠一怒为蓝颜 下车时被记者围堵 身边脸色苍白病弱的男人 差点栽倒 第二天 记者所在的报社纷纷倒闭 冷漠无情 还真是他的风格 神秘男人姓洛 是男主 洛奇 我的胸口有点闷 有种说不上来怅然若失的感觉 男主出现了 对我来说是好事 苏家也躲过了悲惨结局 沈轻柔 我终究也只是 他人生中的过客罢了 在我收到江里在干什么 明天苏博生日 出来吃个饭的短信的时候 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手里拎着去隔壁县城 给老苏买的生日礼物 人倒霉的时候 果然和凉水都撒牙缝 前方地上横七竖八 躺着七八个人都被堵住了嘴 不知死活 在这惨白的月光下 显得格外瘆人 我立马蹲到了路边的草丛中 透过缝隙 看到旁边站着许多黑衣人 一辆黑色的豪车驶来 清冷的声线从车里传出 处理好了吗 是 小姐 这些人该怎么处理 女孩走了出来 长发如铺 黑色长裙出纤细的腰身 几乎与黑夜融为一体 似乎是在欣赏地上的作品 老鼠当然要扔进臭水沟 自生自灭 看着这个背影 化成灰我也认识 是沈轻柔 黑衣人很快清理了地上的人 他也即将登车 我松了一口气 再不走 他瞄得我就要被蚊子咬死了 我低头戴着腿上的蚊子 头顶突然传来冰凉的笑声 令人毛骨悚然 弟弟 你果然在这 好久不见 我默默站起身子 看着面前着装华丽的女人 而自己顶着一身的杂草 和被蚊子咬的包 有种素颜见到前女友的胜负感 我默默咬牙 姐姐 好久不见 请你让让 他皮笑若不笑 深更半夜 弟弟在这干什么 我挠了挠头 看风景 看完了 请你让让 不听话的手机刚好掉落 砸在他黑色的高跟鞋上 显眼的江黎来电画面 瞬间让周围的空气冷了几个度 女孩眼底骤然聚起心红 漆黑如沫的眸子 让人看不出情绪 感受到头皮发麻 姐姐 犹如脆了毒的冰冷 从嗓子里溢出来 弟弟 你真的很不乖 在被黑衣保镖围起来的瞬间 沈轻柔 你冷静一点 我被迫上了车 女孩闭上眼不语 前方开车的司机手 稍微有些抖 默默升起了隔板 司机大哥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啊 一路上 我试图跟沈轻柔说话 她都没有理会 直到我被她带到了房间里 沈轻柔 我们聊聊 我也不知道在怂什么 可是眼前的女人 冷着一张脸 格外吓人 沈轻柔不语 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心中的野兽在疯狂地叫嚣 只要杀了她就好了 她永远不会再离开自己 她到死都是自己的弟弟 女孩的手轻斧上我的驳梗 姐姐 我有些气愤 对冰秧子男主就温柔 对我就发疯是吧 你把我带回来 不怕洛奇伤心 看着面前还不说话的女人 我一口咬上她的唇 她愣了一瞬 只有你 随即是更猛烈地闻 耳边传来女孩 娇翘沙哑的声音 弟弟 是你先招惹我的 我又咬了她一口 哪那么多废话 第二天早上 旁边已经没有了人 我起身 看到镜子 自己脖子上亲子的痕迹 想到昨天面红耳赤的画面 暗骂自己 我被告知 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连手机都不能使用 这尼码是被关小黑屋了 沈轻柔两天没有出现 像急了吃饱 就拍拍屁股走人的渣女 难道是和男主在一起 想把我关起来当备胎 书不能忍 我敲了敲门 我要见沈轻柔 丝毫没有人回应 我绝食了 我可是有骨气的男朋友 并且放下狠话 我就是饿死在这里 也绝对不吃一口饭 沈轻柔终于出现 嘴角带着兴奋的笑意 用手指挑起我的下巴 弟弟还真是好本事 让江黎为了你和我作对 那我就陪他玩玩 看是他先下地狱 还是我先下地狱 我按住他的手腕一把 你根本就是无药可救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说过 你只能是我的 如果不吃饭 我不敢保证 苏伯父的人身安全 我大口吃着盘中的蛋炒饭 很熟悉的味道 是他亲手做的 这狗女人 我小时候就应该 把他送得远远的 正当我认为 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要想些办法才行 窗户被敲响 露出了男人 那精致苍白的脸 是洛奇 他对我笑了笑 流露出满满的善意 我打开窗户 让他进来 他确实很帅 不愧是男主 从未想到 我能有与男主 面对面谈话的一天 看着他嘴角的笑意 突然让我有种熟悉的感觉 他不像是书中的人物 他的灵魂更为鲜活 我开口打破僵局 洛奇 他笑 好兄弟 我瞄懂 原本我以为 洛奇是这本书的男主 而我是炮灰男配 但从他的穿书视角来看 我才是男主 而他是恶毒男配 看来 我们都被狗笔作者玩得死死的 用他的话来说 我跟沈轻柔是一场拟逃 他追 你们都插翅南非的旷式绝恋 果然 够狗血 而他身为恶毒男配 起到了促进我们感情的 又臭又烂的垫脚石的作用 他磕磕巴巴 有些不好意思 沈轻柔这个凶残的女人 可不是我的类型 你快把她弄走 别放出来祸害社会 我喜欢的人 是姜 我挑了挑没 你喜欢姜黎 你怎么知道 我神秘一笑 当然是看到心上人 可能受到伤害 才会冒险 来找不确定因素的我 他发现 剧情发生变化 所以及时对计划做了改变 他一直在观察我 直到发现 我与书中人 也有很大的差别 而他知道的剧情 又比我多 从而给沈轻柔 开出巨额条款 条件就是 帮他找到 我并且让我俩在一起 他捧腹大笑 沈轻柔还真信了 要是我 我一定觉得自己有病 我俩一口同声 清醒地恋爱脑 他笑了笑 你也喜欢他不是吗 我点了点头 平心而论 沈轻柔对我是极好的 就是战友欲 已经达到了病态 经常犯病 他叹了口气 陈啊 现在沈轻柔 已经杀红了眼 只有你能阻止他了 我丝毫没有体会到 杀红了眼的可怕 两大家族的斗争 牵扯到了经济命脉 江家有些黑灰势力 沈轻柔一介女流 硬生生凭借狠辣的手段 杀出一条路 短短几天 已经夺走了一大半 他是神党杀人 佛党杀佛 不要命的那种 整个帝都变天了 我被带了出来 坐上了江家的车 江离忧愿地看了我一眼 是他咬着我不放 我像是能认输的人 两个倔种的碰撞 势必擦出火花 沈轻柔发现我逃走后 速度极快 前方几辆黑车 堵死了前方的路 周围都是黑衣人 我们三个人下了车 沈轻柔的眼神很冷 红唇清起 苏晨 过来 这都叫全名了 得气成啥呀 我刚想往前走 江离一把拉住了我 往地上开了一枪 随即抵上我的脑门 大姐 不是说用道具 你别走火了 她冷声道 谁跟你用道具 苏晨 你还真是蠢货 她让我损失惨重 只有用你是对她最好的报复 我不敢置信地 看着旁边暴毙的洛琪 她笑了笑 江姐姐说得对 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 你这个蠢货 沈轻柔 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 我带着她一起死 她死 也是跟我死在一起 女孩带有隐远的声音传来 你要什么 我要沈氏集团 给 她活 不给 她死 说着她激动地晃了晃手里的枪 好 我看着沈轻柔 她的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微微颤抖地手出卖了她 她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 放开她 你想要的都给你 江离很快收到了手机消息 叫你的人退下去 好 看着沈轻柔 为了我委屈求全的样子 我抓住机会 推开江离的手臂 打掉了她手中的枪 向着沈轻柔跑去 她愣了一瞬 笑了 张开手臂 倒在了我面前 洛奇开枪了 血溅到了我的脸上 整整五个小时 医院急救亮着红灯 我低头沉默着 终于医生走了出来 摇了摇头 尽快去看看吧 病人潜意识里不愿意醒来 可能再也醒不来了 我看着床上脸色苍白的沈轻柔 沈轻柔 你别死好不好 都怪我太蠢了 明明我们是T结局啊 我们还没有结婚 你怎么能死呢 你要是死了 我就立马娶了别的女人 虚弱的声音传来 弟弟 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他眨眨眼 你想都别想 不是说很难醒过来 弟弟刚才是在跟我求婚吗 他拉住我的手 那我同意了 你 他抬起头 毛里满是委屈 弟弟 我心口疼 你亲亲我好不好 看着眼前柔软一推倒的女人 没把持住凑近他的脸 嘖嘖嘖 真恶心 不友善的声音传来 沈轻柔的脸色 十分不好看 江黎出现在门口 我看着眼前的人咬了咬牙 行啊 你 沈轻柔 又骗我是不是 他拉住我的手 晃了晃 声音十分娇软 我错了 弟弟 任你处置 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 最后一次 江黎拿着手机 拍下来 发到网上 让大家看看不可一世的沈小姐 真丢人 沈轻柔往外看去 是吗 听说骆先生很满意 我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 马上就要结婚了 迟席了叫你 江黎脸色苍白 慌忙跑了出去 沈轻柔 算你狠 沈轻柔恢复得很快 听说为了这场戏 骆琪练了一个月的枪法 和沈轻柔结婚的时候 他才大气粗地包下了帝都所有喜厅 摆了六天流水席 现在全帝都都知道 我娶了他 他很满意这样的结果 我们的照片被贴在了墙上 成百上千张 从年少到如今 我问他 对他的苦心的教导 有没有听进去 他笑 笨蛋 那是因为是你 所以我听 没有你 我也许 还在黑暗迷宫里走不出来 弟弟 我爱你 从始至终 我感动地搂住他的腰 我也爱你 婚后 我才知道 从我离开他的那一刻 他早就知道我的行踪 他在极力控制自己 家里也不知道 毁了多少套家具 我知道 这种心理控制过程 是多么不容易 我心疼地抱住眼前做饭的女人 轻柔 她转身 手指把玩着我的衣领 嘴角挂着勾人的笑意 弟弟 要不我们晚一点吃饭